《淑井製造技術》 淑井製造技術主要有兩種製造工藝 第一種就是唐代之前的金井製造技術 那個時候植機叫一鉤多種植機 植的時候是一個人植的 另外一種就是唐代之後用到圍井製造技術 這個時候的塑井製機它叫花樓木製機 它製的時候是兩個人共同來完成的 失傳技術的技術就是它很多年沒有用 不是沒有用 是它經過技術革新了以後 藤代以後就是把原來的複雜的 就是這種實機的一些工藝 然後就通過技術革新了以後 用了圍井技術的來代替它 失傳的技術就是這個在成都地區 從來就是沒有看見有古代的 就是絲綢的一個祖政的東西 我們蜀井在當地沒有發現 有什麼有什麼植機啊 還有就是布料啊 蜀井文藥這些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成都修了一個地鐵嘛 就是在新都就是老觀山那裡 就挖掘了一個漢代的古墓 裡面就有四台漢代的蜀井的 就是這個木製機的墓形 後來就是中國四周博物館 他們考古以後 把漢代的植機復原了 就是也證明了就是在2000多年前 就有了這個蜀井的製造記憶的主政 就是漢代的這個植機呢 就是它生產的工藝 它是經濟製造技術 就是在金線上欠彩色的實現 來完成圖案的設計 還有製造的一個工具 它的圖案呢比較小 一個單元的一個文樣 大概一般都在5到6厘米左右 這個記憶呢就是在唐代之前 用的比較多 就在那個時候 蜀井已經是什麼重要的貿易品 並由此也開 批了一條就成都到印度 到巴基斯蘭 到中亞的就是文化交流通道 就是後來人們說的南方四尺之路 所以就是說那個時候 它用的很廣泛的技術 就叫金井製造技術 但是它唐代以後 為什麼是微景製造技術呢 隨著唐代的繁榮昌盛 而商貿的不斷的擴大 然後引進了外來的 一些編織的技術 在金井製造技術這個基礎上 技術革新 就是在資的方法上更簡便 效率更高 圖案更大了 所以到現在我們用的都是 金井製造技術以後 技術革新了 以後的微景製造技術再用 制術革呢就是 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工序 經過一百多大工序 主要有四大工序 第一道工序就是我們叫四大工藝 第一個就是它的文樣設計 文樣設計就是挑花接本 就是你要在一個平面上畫一個圖案 我要織什麼花 我們在設計一個文案的時候 它只是一個工藝的美術的一個平面畫 但是我們用俗景工藝的參數 這個要求 也把工藝美術畫轉變成直景藝術的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叫用九宮格把這個圖案 放到這個液漿紙上以後 這個液漿紙就是叫工藝圖 這就是轉換工藝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用手工來說 這步也是沒有被現代化的機器所代替 我們現在有的用技術 就是鐵機技術 最初的就是鐵機現代化的技術 也是我們為什麼叫半手工半機械化呢 它的手工操作就是點匯意見 就是這個打紙板就是升級的一個過程 還是用全的手工完成 只不過就是在生產的時候 用到現代化的機器在織 這個就叫文藝設計 文藝設計我們也叫模板 這文藝設計完成了以後 就是我們另外第二個的工藝就是叫染色技術 我們也叫從現代的紡織員說要準備工序 就是你要把這個殘屍買回來以後 通過浸泡然後染色 來加工成金線和尾線 絞屍然後加工 通過螺並鏈加工成 就是足弱的就是這個加工工藝 第三個就是它的工藝 就是它的裝潮技術 裝潮技術就是我們要支持物件 肯定要用到殘屍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提花裝置 這個提花裝置就是你要把自先 挑花結本完成了以後的這個花本 上到這個提花裝置上就要通過 嵌線的加工 中渠 就是對這個下渠的加工 還有就是金線的組裝 要把這個四線把組裝好 然後為後來第四道工序 去執照的這個操作過程做準備 俗錦呢就是從古至今 我們都是用的就是天然的生產師 染色以後加工生產出來的就是提花 籌段 這個就是我們俗錦的 什麼叫俗錦的一個簡單的描述 當然就是它主要是通過染色以後 用一根金竹或者是兩根金竹 或者是產生的就是這種 製造工藝的要求 主要的就是它的組織工藝主要有 使用到三元就是機緣組織 我們也叫三元組織 一個是品紋組織 還有一個就是血紋 還有一個就是斷紋 就是三個組織來完成鼠錦錦的編織 列宿特點來主要就是在金線上 簽彩色四線 前面我們說了就是這個金竹製造 就是做千鏡工藝 就是在圍景上我們也用這個東西 就是這套工藝在做 它主要是起什麼作用呢 就是它的運件的懸射 顏色由深到淺的這個過度的一個色彩的表達 因為俗錦它是靠這個筋尾交織而成的 而漸變色的這個表現上 它有它獨到的一道工藝 就是在千鏡工藝上來完成的 就是有其中的試運 是雲的這種妙環的一個效果 就是俗錦的一個特點 俗錦呢 因為它的歷史比較悠久 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對宋錦和南京雲錦 還有莊錦的發展 起得積極的影響 我們的這個圖案主要文樣的主要是用的 就是花啊 鳥啊 還有就是祥情綠獸啊 人文地獄 景觀 它和南京雲錦的區域不一樣 主要是地理文化的區域 祖錦它本身就是在成都土生土長 只根於俗文化 所以它用的就是文樣的顏色 它也是用的是五方正色 紫色啊 黃色啊 青色啊 白色啊 還有黑色啊 這個五方正色 顏色彩比較分明 然後它用的漸變顏色來使用的是 紅色 黃色 青色 紫色 用了這些來進行就是色彩的搭配 圖案意義極顯 就是立體感比較淺 質地比較細 祖錦製造記憶 它追溯可以追溯到4500年前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西州的時候 這個是有文字記載的 現在我們在成都三星堆 我們也發現有這個濕製品 就是這個濕製品 最初祖錦的製造工藝 它是植樹的植物 我們叫捐稠 就是用生絲 用蠶絲 吐出來以後 用生絲植出來的白的一支籌段 我們叫捐絲 就是捐稠 但是後來到了戰鬼時期的時候 慢慢地從簡單的製造工藝 到有一個顏色的提花 到兩個顏色的提花 三個顏色的提花 就是到了戰鬼時期 有兩個顏色 三個顏色的經濟製造技術 到旁代的後來越來越複雜的 顏色的表現和文樣的設計 所以它的歷史比較悠久以後 其實在蜀錦最興奮的時候 它是在漢藤時期的時候 它的生產的面料 主要是供皇帝朝廷裡面用 中國倆武士曾經也說過 金明平國須 絕地自知為一羊錦耳 所以在那個時候 蜀錦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所以中國的四大民錦蜀錦 歷史最悠久的 它也叫母錦 中國的母錦 所以宋錦和雲錦 還有就是壯錦 它們的發展和產生 都受到了蜀錦的影響 看視頻 上封面 在這裏的影響 在這裏的影響 是在這裏的影響 感谢观看